嗨 大家好 我是Mai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要帶來的是 在家裡完全不用任何器材 就可以燃燒卡路里 而且鍛鍊肌力的28分鐘 全身性的運動囉 那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的健身教練 Patchin 嘿 大家好 我是Merry 好 那在影片中特別的是 我們會示範兩種不同的版本 那我的話會是初階無跳躍的版本 那Patchin呢 會示範帶有跳躍 可以提到你的心率 而且是比較適合中高階者的訓練哦 所以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 選擇適合自己的動作版本 廢話不動手 跟我們一起挑戰吧 今天的這組訓練總共會有28個動作 每個動作40秒 中間休息20秒的時間 總共分為三大部分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拿著你的瑜伽墊 跟著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暖身動作 初階的人會做原地行走 那另外一個人會做抬膝跳 原地行走的人請記得擺動你的雙手 輕鬆的踏步 那另外一個人盡量將你的雙腳輪流的抬高 保持你的呼吸 還有最後的10秒鐘 1 3 2 1 3 2 1 下一個動作一個人會做深蹲跳 另外一個人會做徒手的深蹲 準備好你的狀態 那在做深蹲跳的同時呢 運用到你全身的爆發力 尤其是你的鼓四頭 還有臀肌 也會感覺到 有在出力的感覺 加油 那做徒手深蹲的人請你好好地感覺到你的臀腿 下降的時候完整下降 膝蓋保持穩定 微微的外張 下去的時候吸氣 起來的時候大口吐氣 最後3 2 1 很好 那下一個動作我們會結合深蹲 並做一個站姿轉體的部分 一個人做深蹲轉體的碰指 另外初階的版本是深蹲轉體的碰膝 所以請用你的手 或者是用你的手肘 來觸碰你的腳趾 或你的膝蓋 在轉體的時候運用到你的側腹 核心旋轉的力氣 吐氣 然後倒數3 2 1 下一個動作會是我們的Skater Squat 那如果你已經很熟悉這個動作 你可以做比較動態的 也就是帶有一點小小的跳躍 那如果你還沒有辦法掌握好這個動作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一步步慢慢來 來 最後的10秒鐘 加油 你可以的 3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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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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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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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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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6 9 9 10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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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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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9 10 9 10 最後十秒鐘了 三 二 一 太棒了 下一個動作 兩個人是做一樣的 一樣是比較專注在我們下半身的肌群 我們會做分腿蹲 直接接一個單腳的硬舉 所以我們上半身前傾 刺激到我們的臀肌以及腿後側 那我們的後腳會順勢的抬起 讓我們的身體成一直線 起身 做一個夾臀的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仰賴我們的身體平衡 最後三 二 一 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直接換邊進行喔 那要注意做的過程中呢 我們的骨盆一直是保持正直 不要歪斜 穩定好你的核心肌群 下降的時候充分的下降 這個時候順便調節你的呼吸 這個時候順便調節你的呼吸 最後五秒了 三 二 一 肥腸的棒棒 下一個還是我們的腿部動作 先給我一個側分腿蹲 一個人會做抬膝的動作 那初階的版本呢我們不用做抬膝 只要停頓兩下直接起身 停頓的時候充分感覺到側臀肌 一 天 三 三 稍微休息一会 做完一边之后 待会也是直接换边进行哦 最后倒数五秒钟 三 四 三 二 一 非常好 下半身的动作快结束了 加油 那下一个动作呢 会是结合深蹲以及开合跳 所以一个人会做比较动态的 深蹲 直接开合跳 另外一个人呢 做一个深蹲 起身双手划开 另外一脚点地 做轮流点地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从一个较窄的深蹲开始 保持你的呼吸节奏 最后的十秒 好 三 二 一 精彩地来了 这个动作 我们的波比跳大魔王 那一个人是做动态的波比 另外一个人可以稍微地偷懒 先从平板 接着两脚轮流地回到我们的两手 先从深蹲再做一个跳跃的动作 如果你不想跳跃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深蹲起身就可以咯 选择做动态波比跳的朋友加油啊 最后三 二 一 暖身以及下半身的组合正式结束啦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上半身和核心的部分 那这个动作我们会先从瑜伽垫的底处 往前地爬 一个人做两手轮流地碰肩 那另外一个人呢 用手去碰你的对边的脚趾 这是一个比较进阶高难度的动作喔 所以你可以选择碰肩或者是碰脚趾 开始加油 紧接着下一个动作登山式 一个人是做比较快的登山式 另外一个人呢 做交叉腿的平板即可 做登山式的朋友加油冲刺冲刺 不要慢下来 你可以做到的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我们先踩轴撑 用我们的脚靠近我们同边的手肘 另外一个人会结合轴撑上下的动作 所以做两个腿部动作 接着来到手撑的平板 再往复这个动作 再往复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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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动作 针对我们的胸肩 伏地挺身 出街的朋友你可以选择跪姿 做跪姿伏地挺身 起来之后 用手 碰一下你对边的肩膀 行有余力的话 另一个人 不选择跪姿 而是直接做 基本的伏地挺身 接一个碰肩 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的 三 二 一 接着这个动作呢 会比较针对我们的背部肌群 一个人会做超人式的停留 是属于比较初阶的版本 另外一个人除了停留之外 更加一个扭伸的动作 做左右的扭伸 那你的双腿会微微的上扬是正常的 只要专注在你的扩背肌群即可 最后三秒钟了 二 一 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侧平板的变化型 那初阶的朋友 直接做我们的侧平板抬臀 进阶的朋友 侧平板 直接接一个转体的动作 注意你的腰部不要下沉 下方支撑的手也要持续的疏力 加油 5 4 3 2 1 稍微喘口气 待会我们直接换到另外一边来进行哦 下方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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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支撑 下方支撑的 顾از 下方支撑的 下方支撑的 在 amiga 堅持到最後一刻 4 3 2 1 接下來先給我一個反向的平板 一個人會輪流做碰直的動作 用手去碰你對邊的腳趾 是比較進階的版本 另外一個人則是做反向平板的臀橋 將你的臀部推到高點 讓你的身體像一個桌子一樣 呈現一直線 恭喜你上半身的部分結束了 接下來進入到最後一個部分 核心腹肌以及最後的收操 下一個動作是仰物的踢腿 那初階的朋友可以做比較大幅度的踢腿 比較近階的朋友 你可以在比較靠近地面處 做比較小幅度的踢腿 那要注意我們的核心持續的出力 背部一直緊貼著地面 I'm trying to escape Tress got me sipping something strong I know we lay Tutty says you miss me No I's kinda riskate Fordy bitches often allow me So I gotta start out with a cooger When I pop out I'ma do 最後的五秒鐘 3 2 1 下一個動作我們維持在仰躺的姿勢 一個人做基本的仰臥的抬腳 比較進階的朋友 除了抬腳之外呢 給我一個用我們的上腹 將整個人向上抬 有一個額外的動作 你的腹肌會感覺到強烈的收縮 還有十秒鐘的時間 下一個我們會做反向的捲腹 以及開腳的組合動作 初階的朋友 你可以停留在45度腳的高度 那進階的朋友 當你雙腿延伸的時候 靠近地面 會不會更加的有感 有心的部份 伸刀數三個動作 下一個是腳踏車 出街的朋友 可以一個一個動作慢慢來 用你的手肘去靠近對面的腳 掌握好這個動作的話 直接衝刺 做比較快的腳踏車 運用到我們的上腹 以及側腹的力量 頭部的手肘去腹 看我 你會不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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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从羊躺的姿势来到坐姿 我们要做的是俄罗斯转体 出街的朋友 上身可以微微的后傾 让我们的两脚轻轻的靠近我们的地面 稍微进阶一点的朋友 试着将你的两脚离开地面 做扭转的动作 尽可能的往侧后去多做扭转 最后五秒钟 四 三 二 一 很快的来到今天训练组的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要做的是坐姿的左右卷腹 那比较进阶的朋友 可以将你的两脚再更多的抬高 做高抬的左右卷腹 最后一个动作 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太棒了 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 能完成到这一刻的你 非常的不简单哦 接下来会有三个伸展的动作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跟着我们一起好好地收操吧 那我们来到舒服的下犬式 做左右的下犬式 两脚轻松地动一动 扭动一下我们的上半身 我们的背部肌群 接着我们做一个低的弓箭步 吐气来到前弯 放松我们的腿后侧 以及比较紧的宽部 伸展的时候吸气 前弯的时候吐气 最后来到我们的上犬式 以及婴儿式的组合动作 转发动 三个仰 ovat 浅草 三个仰 浅草 好 像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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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仰 恭喜完成今天的訓練啦 請問帥氣的Patrick教練 你對於今天這整趟被設計的中高階菜單 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感想就是 大家可以做被Data教練 不過想要挑戰高強度的 當然是可以做我們這一趟 因為大家剛剛會去照位 才會塗下去 是不是很多圖手動作 會看起來簡單 實質上做起來很困難 是啊 而且可以起來實現真的不簡單啦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示範不同版本 所以中間其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傳媒的程度 跟自己的能力去選擇對自己來說比較舒服的版本 然後當然我覺得這整套訓練 還是要記得多挑戰自己 那我覺得你們能做完的話也是非常的棒 你自己給大家分享 那今天很謝謝Patrick教練 辛苦了 那我們謝謝你的觀看 記得在下面留言打卡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sinn